为了不让下一代沦为生育机器 琼斯决定拼死带孩子们逃离这里 自从马修死亡后 琼斯再次回到大胡子家里 可刚一回来嬷嬷就迫不及待地表示 你错过了上一次的受孕仪式 下次仪式必须尽快完成 琼斯的眼神无比坚定 他找到了支撑他活下去的动力 琼斯意外从女佣那里得知 大胡子夫人的精神病愈发严重 随时都有发疯的可能 琼斯趁机找到大胡子 劝他将夫人偷渡到加拿大 顺便帮忙把孩子们也运出去 琼斯的想法打动了 第二天琼斯趁着外出采买 向其他使女传达了偷渡计划 使女们听完后露出惊恐的表情 他们觉得琼斯肯定是疯了 忽然远处传来一阵哨声 所有使女聚集在广场上欢迎贵宾 原来是富豪夫妇带着指挥官前来视察 看到人群中熟悉的面孔 指挥官缓缓走到琼斯面前 问他现在侍奉的大胡子怎么样了 说罢挑衅的瞥理眼富豪 琼斯口中的尊重二字 无疑相当于打了富豪一巴掌 小心眼的富豪哪里受得了这种屈辱 他旁敲侧击的向指挥官暗示 大胡子这人肯定有问题 之前的私人使女都没有怀孕 琼斯去他家那么久肚子也没动静 他怀疑大胡子没有履行受孕仪式 建议动用本国的监督机制 来确定大胡子是忠于这个国家的 就这样一行人来到大胡子家中 强迫他和琼斯完成受孕仪式 这让两人措手不及 原来自从琼斯来到大胡子家当使女 大胡子从未碰过他一根手指 只因为他曾向妻子发誓 这辈子绝不出轨其他女人 所以这次他想蒙混过关 但琼斯明白如果不能按要求完成仪式 一家人都会被厨艺绞刑 虽然整个过程无比屈辱 但琼斯为了活命只能配合 三人不情愿地完成了受孕仪式 事后大胡子一言不发地下楼 琼斯也顺利通过了检查 富豪本想趁机打压大胡子一家 但也只能灰溜溜地离开 自从仪式发生后 夫人的情绪激进崩溜 琼斯告诉大胡子 只要他俩还在这个国家 这种事情绝不会是最后一次 大胡子为了妻子 终于同意了琼斯的计划 承诺会找一辆卡车 把妻子和孩子们一起送走 当得知有大胡子富豪的支持 使女们也纷纷加入了琼斯的计划 这下成功的把握更大了 琼斯回到家得到了意外之喜 原来女佣将她的想法传递出去 满满一桌的松饼 就是女仆和使女们的回应 一个松饼代表一个孩子 这就意味着所有人都愿意为孩子而战斗 琼斯知道这次他必须要豁出去了